Hello大家好我是王姬 今天呢是1月的18号 我自己整天都在外面跑 跑来跑去真正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最近好缺钱 就是感觉把家里面的一些以前用过 暂时用不上的一些东西全部炒出来了 然后拿去卖点换点钱吧 因为我现在包括上牌啊 还有结婚的一些费用 我现在是没有完全准备好 像刚刚的我就抱着我妈的大腿 把我之前我就跟她吐槽嘛 我说这个东西以前还挺贵买的 现在修好之后拿来卖掉的 还找不到一个黄牛的价格 太简单了 外面是大白天的 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 去车管所那边 先把临时牌照办下来吧 然后还有其他挺多手续还没有到 要到了之后才能继续去办理上牌 应该是这两天的事情 我先去把我的行驶证 驾驶证吧 把我的驾驶证给弄过来 上次在青岛那边出了车祸之后 那驾驶证找不到了 好像是交警那边放着忘记给我了 又去车管所 我感觉我挺反感就是老是往那些地方跑了 因为这两年换了也不少车 我这辆也好久没有骑了 上面都有老鼠屎 晚一点把它弄干净了再洗吧 骑自行车过去就行了 没有证件在路上也看到好多就在查车 我担心被人拦到的话也会有麻烦 我的公告是现在还没有回来 要回来之后才能上牌 那我就想着提前把这些该办理的一些东西给办了吧 然后如果是明天可以回来的话 我就明天把它的牌给上了 现在我是在买保险 还有就是购置税啊一系列的东西 我才发现原来我好多问题啊 你像什么驾驶证呢 又没了 又来补办 然后又要办个零牌 然后我要付钱的话又要用到银行卡 然后银行卡呢 之前不小心又被我锁死了 等下得去趟银行 现在之前我在工厂那边就问了 我这辆车的购置税的话 大概是需要三万块钱人民币 然后保险的话现在算出来了 大概是测损险17万7800元 这是保额 我的寄费保险费的话是1883 机动车第三者100万2654 再加上正驾驶座位 反正算下来的话就6000多块钱吧 6000多块钱 还有车船税跟抢险 1200块钱的抢险跟 车船税39块钱 好贵啊还是挺贵的 上个牌差不多要用三万多四万块钱左右 而且还不包括其他费用 不说了我还是先把款项给付了吧 找一找 Bingo 好了这个付完之后呢 我就可以拿着保险单 还有我自己的车车车里的一些底盘信息 还有购车的发票 就可以去车管所这边拿个临时牌照 还可以拿两次吧 总共一个月时间 大家应该觉得难无难无所谓吧 其实它跟普通车辆真的不一样 我问了很多个同行 他们也是买了房车嘛 都适用了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 才把这个牌照给搞好 非常的繁琐 比起普通车辆的话 繁琐数倍以上都不止 而且呢 还有牵扯到很多人情利益的关系 才能把这个东西给弄上去 我是感觉比较烦这个的 我是挺烦这个的 但是为了以后自己能顺顺利利的去把这个车子 开到路上玩 我觉得忍忍吧 就是先把这个牌上了 太难了 我今天就两个业务 然后两点半来排队呢 排到现在四点半终于轮到我了 我过去问了一下 我这个可不可以补办 补办不了 连这里都补办不了 然后呢又问了一下我的那个车辆的 临时拍照能不能办 也办不了 在车厂 因为在车厂里面办过一次临时拍照 然后到这里的话 他们就说 不能再办第二次了 如果你要 你要什么弄的话 也不可能说一直让你开下去 一直不上牌 一直让你开下去 不可能 然后他们现在是叫我直接 等我的公告手续到期了之后呢 一起把那个牌给上来 太难了 给了我一指纹书 让我去上面 必须要去到市区才能办得了 我的驾驶真的不坏 刚刚呢我去税务局 现在我才知道 税务局现在已经改做了个很大的改革 基本上如果去登记这些税务的话 不用排队 直接在外面用手机APP扫一下 然后扫描一下 它合格证上面的一些信息 就可以缴纳这些税务 非常方便 嗯 我打算明天去上牌吧 等一下我到了车里面 再跟大家说一下具体情况 我也要问一下其他 有房车的朋友啊 看一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能不能一次性上牌 他们比较有经验一点 哎呀这个和格证 猪油渣一样了 哇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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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的情况是有点不妙的 因为外面大家看到很多交警 查没牌没照 我现在呢 牌没有 然后照呢也没有 他驾驶证的话 呃 在山东的时候弄丢了 然后回来这边补办不了 如果被抓到的话 是要罚款的 还是问题小点 抓到的话 运气好啊 遇到一些好说话的 说在家里面 他可以用手机端来查 即使说查到不好说话的人 他也会 嗯 罚点款 罚200块钱左右吧 像我现在这辆车基本上只能停在这里 动都不敢动 有没有时间通一下电话 因为我的车子上牌也遇到了点麻烦 挺慌的 因为像这些上牌啊 据说最好的就是一次性给过了 不然的话麻烦挺多 哈喽 哈喽 在服务区那怎么说 呃 在服务区啊 我想问一下你 当时上牌的话 要准备什么东西去上牌啊 合格证啊 有 底盘合格证 上庄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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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盘合格证还有上庄合格证 上庄合格证 现在还没有回来 那就上不了 那个你先等那个 他不是有个公告给你吗 呃 现在在路上了 应该明天是到吧 我想着明天去上牌 他现在是那个 临时拍照都不开不开给我了 所以说你你先不要开车了 车不能动了 先放在那里 啊对对对 我就觉得他现在 哎呦我现在是头都大了 我的驾驶证又在前段时间丢了 然后这个又又办不了 我今天没牌没正啊 黑户一样 我都不敢动了 这个上牌跟驾照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呃 知道了 知道没啥关系 问题是我两种都没有 我心里面没谱啊 开车没自信 人家一看你 谁没疏远的就抓你了 我都知道你这个 你还是找烦牛吧 我估计你这肯定得找烦牛啊 嗯 我我想想着能不能抱得脚 信心里 哈哈哈哈 就怕你第一次抱了之后 人家不好上就很麻烦了 他后面就 他后面就不给你上了 我我我现在是刚刚 刚刚去交了税 差不多三万块钱 在接下 那个保险吧 三万多 上不了就麻烦了 保险 保险交了 你你那个 你那个 哎呀 你你你找烦牛吧 我觉得你找 你看小微那一个人啊 他上了好几个月了 我看到有四个月了 都上不了 他打算去找小微 那边的人帮忙了 就上南充牌了 哦 那没办法 就是一样跟他那种车啊 对对对 所以说 你你你还是先找人吧 他有些人他是第一次你上不了 后面他就不接单了 他因为你去上过一次之后 系统就会有个记录的 好好好 我我我我还是找人了 那那那那那些车管所就是就是 那些车管所就就就有规矩的 就很麻烦 然后找人你什么东西 你就不用一头雾水了 那这一点 真的很难过了 真的很难过 你你那个当时过了多少次才过啊 三次 但是我我这个 呃 哎呀三次我看那个人 呃 也算放我一马的 我估计 哇操这么厉害 他反正就是一点点他就给你搞事情了 呃 然后你如果是事情多那就根本都给你过了 有点屌 有些是有些是有些地方还明码标价的 有几个地方多少钱是这样的 我操 那等于说他等于是灰色地带呀 对对对 就是你这个的话 你这个指定就是坦在那里给他载的 你去找一个有实力一定的吧 我操 听你这么说好 好慌啊 哈哈 有点厉害 有点厉害 你得你找一个有实力一点的吧 好好 嗯 我就觉得百分之九十九上不了 你找个十 你先去了解吧 不要自己去上了 真的 不要自己去上了 上了也没有 我我听那个税务局的人 我问的税务局不是车管所 我说 我不敢问车管所 我说车过来之后 他又挑 就知道你小时候有房车 我专载你那就完蛋了 我现在是问的税务局嘛 他说一般交完税都能上 他说 那不一样的 那不一样的 那不一样 凡车又不是汽车 凡车里面有很多不见嘛 你也知道嘛 明白明白 你里面又是电视的 对吧 对对对 那没办法了 那你 你肯定要找人真的 找人不然的话 你后面发的全部越多 你看 你如果第一次你不找人 对吧 你不找人的话 你自己去上了之后 好 你下次要找人 你必须还得找老大 我跟你说 你没有老大帮忙 你下面的人就帮不了 好好好 我今天是听了他们的意思啊 就是大概明白一点口风 他说我问他开个临时的牌照嘛 他说开不了 系统是只要录入一次之后呢 说上面有显示开过临时牌照之后呢 这辆车都开不了临时牌照了 开了的话 要怎么人家负责的 那你反正在那等着吧 就找个环牛 上就显了 他只要包你能过的那种 好的 我感觉你的是什么都比较齐全 又是正规 正规化 更厉害的 都不行 我这个估计更没戏 我定制化比你的严重多了 雨通有碰过的 雨通那个江苏的有一个 不是江苏 是上海的还是哪里的 反正 他和各个地方也不一样 反正他要卡你就绝对能卡得到 你就是你窗户 哪里多了一点点 或者窗户形状不一样 他都可以卡你 好好好 谢谢 谢谢沈哥 他当时卡你的理由是什么 我卡我的理由就是尾气排放 那个什么OBD 我发动机放了之后 我又要去 我又要去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次我过去又得给他搞事情了 又又又 挺扯淡的 挺扯淡的 这个国六OBD 那个都很很难过 好的好的 那没办法了 你赶紧去找人吧 你现在到哪里了 我现在到湖北吧 就那个那个我看到那个自媒体的有一个不是跟小薇一样的反车吗 他不是没有找人吗 后面没有前面刚开始没有找人 他不是一直上吗 后面好像找了人也不行 所以说 这样就很难了 明白明白 不然的话卡在那里卡几个月 你哪里都不能去那玩了 那那完蛋了 这个车买了没用了 对吧 对啊 退都退不了 你的车想开回去都开不了 太扯淡了 还牛就是在那个路边那个验车那里路边你过去有多问几个 这个倒不太担心 好 那可以那找一个吧 好 拜拜 好那这样吧 注意安全啊 嗯 好好拜拜 拜拜 现在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 能给大家交代的信息我也全部交代了 包括最大的厂商 中国出货量最大的房车厂商 他们拿去上排的话也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它始终就是房车现在是一个小动产品 它没有说具体分类具体划分怎么样上排还是之类之类感到非常正规化 不像汽车一样 老老实实啊 明天不找房就不行了 听他这么说 如果登记一次的话 以后想找都找不了 好了 喜欢我们视频 喜欢周波 拜拜 再次强调哦 我们买车呢 是为了路上生活方便 而且房车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实惠的利益 我可以省掉房费 因为我一年365天 有300天在外面漂泊 所以它是很适合我的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 不要考虑房车 要考虑考虑阿索的房车 1819年的现在17万到25万28万有非常多的选车 再加一点能上进口的EV科 那些都非常OK 全新的话会遇到一大堆的问题 很棘手 很麻烦 很糟心 我今天基本上整天都是爱生叹气的 我自己本来心脏就不太好 我不适合这些刺激的东西 好了 都跟大家扯这么多了 祝我明天顺顺利利吧 我基本上是现拍现发 现在是18号的17点17分 字幕就没办法做了 字幕就没办法做了 字幕就没办法做了